大家好,我是艾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攻略 接着我们传送到白日梦酒店的梦境 来到柏金客房 传送了以后呢,右转,往北边看 这只小鸟是第41只 然后从西边走出房间 出人以后呢,右转往北边走 这个宝箱是第116 然后往地图的南边走 走到下一个房间,在中间这里右转 然后走下来左转,这个宝箱是第117 或许对你有用 接着走上来,来到地图中间 往天上看 中间有一个梦泡喷泉 在这上面这只狭鸟是第42 然后继续往西北方向 然后继续往西北方向 走到尽头 在这张桌子上面,这是第43 然后远路返回 首先往东边走 刷了以后呢,右转 继续再往南边走 走刷了以后呢,再右转 来修一下闹钟 首先这一根黄色的挪到右上方 蓝色的点一下 接着镜子挪到右下角 这个宝箱是第118 看完以后呢,继续往南边走 首先来到中间,点一下获取 接着左转往东边走 走过来以后呢,再左转 再往北边 来到下一个房间 然后右转往东南方向看 这个宝箱是第119 或许 看完以后呢,从右边走进来 首先点一下回收 回收完成以后呢,走出来 然后右转往东北方向 再往右转往南边走 按转往南边走 转往南边走 转往南边走 关了以后呢,再右转一次 警示 这是一个打乖的宝箱 打完这里是第120 第二转 也这是上品 然后还是先沿路返回 走出来 回到刚刚充人这个房间 西南发向 然后点一下回收 回收以后呢 再往东边走 走过来左转 这只小鸟是第44 然后继续再往西边走 关了以后呢 再往西边走一次 这关了以后呢 左转 这个宝箱是第121 然后旁边这里有个机关 大家记得按一下 方便后续直接过来 然后继续再往西北方向走 走出来以后呢 再往地图的南边 在十字路口这里 首先往东边走 东边这个宝箱是第122 然后顺便开一个锚点 然后回头 再往西边走 这边走下来 首先右转 得打完这个怪 这是第123 也这是上品 然后左转 在这一张抬球桌上 这是第45字 然后打个地图 传送到白云梦酒店的梦境 来到梦境大堂 首先往西北方向 在这个沙发上面 这里也是第46 然后右转 绕一圈 这个宝箱是第124 或许对你有用 然后继续再往西边走 走过来 然后左转 在第2排沙发这里 这个小鸟是第47 然后走下来左转 往东北方向 这是第125 都归你吧 接着再往西边走 西边这里 也顺便来修复一下闹钟 首先这一根 转三下 然后镜子向左边挪 然后右边这一根 这一根也是撞三下 然后镜子再往左边挪 这个宝箱10D126 或许对你有用 然后也是先沿路返回 来到中间 然后继续往北边走 走出那以后能左转 再往西边 然后向右看 在这一颗吧台上面 这只狭鸟是第48 然后继续往西边走 走过那以后能右转 这里有一个电梯 坐电梯下来以后能回头 这个宝箱是第127 或许对你有用 然后来开个锚点 接着继续往北边走 在它尽头来修一下闹钟 首先这一根蓝色的旋转一下 然后镜子向左边挪 接着这一根橙黄色点两下 然后蓝色这个也是点两下 这个宝箱是第128 然后回头 从西边这上门走进来 进了以后能再继续往西边走 走上了以后能左转 上楼梯 然后再左转 接着来拼一下拼图 首先第一个 放到右下角 抓三下 然后第二个 再放到左下角 转一下 第三个 放到下面 转一下 最后一个 放到右涮角 这个宝箱是第129 然后沿路返回 首先往北边走 走上了以后能再右转 这边是第130 都归你吧 我能再帮你 三下角 但是我们再来 我让你帮你 救测 让你后我 这次